好的,欢迎回来,接下来我们来看江苏神兽匪匪队和上海巨生体育队的主将之战。 那么在上一场的比赛当中是上海巨生体育队是3比1,战胜了江苏队。 这盘棋的主将之战是王兴浩和米玉廷,两位新手。 这盘棋主将也很关键。 是的,那跟我们上一轮讲的一样,如果说王兴浩赢的话, 其实他们这支队伍就已经进入了这个正观区的后边的这个比赛了。 那这盘棋是王兴浩的黑棋。 要说王兴浩的状态也是不错的。 对,在上星杯的时候主要是对小绅嘛,就输了,但是之前一直在赢。 对,之前是进入了南洋杯的决赛,是吧,和小绅。 最后他们,对,他们俩要征贯。 那也是,状态应该是不错的。 然后黑棋是选择了一个错小木,白棋是二连星。 黑棋小飞手脚,这一看就是稳扎稳打的感觉。 对,新浩非常喜欢下这个布局。 所以我看他下了很多盘,而且我之前跟他下了一盘,他也是一模一样。 你跟他下怎么样? 那盘,那盘有。 哦,你赢了,啥时候打的。 不是,但是训练期,训练期一下。 然后,看来你对他这个布局还是比较熟悉了。 哦,对,就是跟这盘棋布局下来都一模一样。 嗯,一模一样? 对。 哦,到目前为止还是一模一样。 哦,是飞的,对。 呀,这个,名誉亭下米式飞刀,有点害怕。 哎,但针子,针子很不行,嗯,就是黑的飞的话,把自己搬住,这边针子还行。 哦,是哪个针子? 我看一下,不是,不知道有没有,然后你冲断了。 嗯,这个针子是吧,我可以断。 对,然后看一下断的针子。 就是黑鸡走。 对,你打个走,然后我打一下。 哇,这个打了,就是这个针子,看看谁有力。 哦,这个还是黑鸡有力。 黑鸡有力,啊。 哦,那没走,没敢走。 哦,这个针子有力,这个电视,想走是可以走的。 对。 嗯,但是,这个,名誉亭下的这个米式飞刀,还是有点害怕的,算了,啊,黑鸡。 可能是对年轻人可能觉得,年轻人套路比较多。 哦,但是。 我还有一种情况,就是你拖这个,其实我长了长,也会有,啊,对,是,差不多。 对,因为其实这个鸡,啊,对,也是现在下这个的非常多。 嗯,就是以前可以看这个,比如说顶了斑的话,白鸡不长了。 嗯,现在下的布局也都长这个,长这个非常常见。 嗯,的确如此,黑鸡就选择了简单的顶完斑,然后白鸡还是继续长了。 对,而且长这个是一选。 嗯,他们都是研究的很透彻,啊,对。 然后,然后就挂这个,然后白鸡是手。 嗯,嗯,黑鸡飞一下,对,像自己是,它这个飞好像它自己有研究,我感觉。 因为本来一选不是飞这个,嗯,就本来一选应该是直接拖或者走这个,嗯,它这个飞好像是有自己研究,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便宜,但是可能它觉得便宜。 嗯,但是它一直这么下,嗯,对,然后再拖这个,嗯,那肯定是有所研究,不知道哪个图有用,这个词。嗯,嗯,嗯,继续往下看啊,这个地方走出了一个,这个挡下去的定时。 嗯,对,黑鸡断,白鸡拐,黑鸡大吃之后,没有沾,而是直接立,哦,本来也直接立,哦,本来也直接立,哦,对,不过你,你沾一下也一样,对,不是,就是说,你沾一下的话就等于,现在沾一个嘛,就有沾出来的定时,哦,我搞错了,应该是直接沾出来,哦,对,对,有沾的定时,先沾完立的,是,是单立的,嗯,对,但是你也可以先不走,对, 他就没有选择直接沾出来,嗯,嗯,嗯,然后贝奇是选择了拆,对,哇,这个奇汉如果拆这个的话就准备沾出来,哦,我之前跟他吓他这么吓的,然后我亏了,嗯,然后他有研究,对,哦,好像就是这个变化,然后这个子有一点点关系,嗯,因为他这个拆到这儿,发生战斗的时候反正多一个子吧,嗯,就这边,然后,贴的话他就跳,嗯, 嗯,好像白系不应该贴这个,嗯,这盘系没有走这个,嗯,所以这个,米玉亭他是,没有选择拆,而选择靠这个,嗯,就不想让他把这个跑出来,哦,我不知道,但是也有可能是他的起风,嗯,就是比较强硬,嗯,你说他之前应该也是会研究一下, 嗯,这个,不知道有没有研究到现在,哦,就反正到这儿我觉得可能摆过,就到这儿的时候我们都摆过,嗯,但是拆这个我不知道,而且这个飞其实不是一选吗,就有可能打乱你这个,就是你准备,对,不太一号,对,嗯,就虽然说你也看不出来他这部戏跟这边有什么关系,但是,对,没错,可能有一些,嗯,就像出来有些变化图,是的,因为当这个奇汐戏以后要选择,就实控的时候,那飞一个就亏了,因为他把这个尖的这个变化给卖掉了, 对,嗯,还是比较,起在这边发生战斗吧,对黑棋来说,嗯,然后,黑棋是,嗯,白棋靠,黑棋是扳起来,嗯,白棋退,嗯,不看到这部可能摆过,这部也是一选,哦,然后爬,嗯,白棋断,断了一下,黑棋打完了盖住, 嗯,嗯,我还是先把白棋吃掉,嗯,其实这个布局板,黑棋目数非常多,嗯,这样四个奖,是,基本上,这个半个,三个半吧,嗯,很实惠,嗯,这么看的话,王兴浩是,很喜欢,时空的一位选手,嗯,对,嗯,其实不能这么说,但是,但是他布局很强,哦,我觉得,就是前半发非常强,嗯,那说明他对于这个AI研究, 是不是也会,对,比普通的棋手会多一点,嗯,嗯,对,应该是,嗯,再让他自己的理解,我觉得这个肯定是,嗯,我主要觉得他棋感特别好,哦,就是下棋对棋型的感觉非常好,嗯,所以说他的布局也常能取得领先,嗯,确实是,很厉害的一位新锐棋手,对,而且研究也很多,嗯,实战白棋是斑,嗯,A棋,斑,嗯, 直接虎下来,这个棋,我是没想到,哼,这个,如果白棋走上面,是不是后手啊,黑心是不是可以脱线啊,还是说黑心长一个,哦,黑心这个,对,对,这个我肯定有长,这长,这还能粘出来呢,以后,嗯,这个白棋不能满意吧,对,但是这个虎感觉非常,很紧,不,就是说这个棋,有点米玉亭的感觉出来了,嗯,对,因为下棋正常这种虎, 口被打回去就肯定亏很多,对,而现在黑心打这个,这个心情太好了,因为打一下之后,你吃掉完还有借用,是的,那你这里边,这边和这边也,就是,堵到一块了,有那种感觉,嗯,有点,护上加厚,下面也是护上加厚,但上面反而又特别棒,嗯,我感觉这首棋有点,有点耐力,这个,啊,他粘这个会不会是鲜少的,哦,对,可能粘这个算了吧,嗯,就是低感气情是粘这个,但被炒很难受,那就粘这个算了, 然后吃的话再拆这个,嗯,粘这个如果是先手,我觉得也能接受吧,嗯,对,因为这边黑棋跑不出来了,嗯,其实白棋的效率非常高,嗯,因为本来这个地方要补一手,然后现在等于我不用补,嗯,也可以接受,对,这边锁一点就算了,嗯,这个虎,虎好像有一点,过分,相当于其实,就是这个棋型嘛,你说黑棋,这两个手交换,我觉得我白棋, 我是不是肯定是不愿意的,嗯,对吧,对,一模一样,这边是,对,因为这手棋的价值,非常小,非常小,就是一个小关子的价值,嗯,而黑棋这个马上这个长还是很大呀,对吧,嗯,实战白棋,打了吗,打了,对,打了,实战白棋是没有打这个,这个,这个我觉得这个确实也很诱人,就是还是选择实地化的,这部棋就是更,更为实地化的,对,对,因为他如果走这个,嗯,走这个算数非常大嘛,但是这样被黑棋, 抢过来之后,白棋可能觉得自己太难掌握,嗯,因为没有空嘛,嗯,啊,所以说当初这个虎,确实, 有点肺育可思,嗯,对,嗯,确实是这样,他会不会,怕, 怕这个粘人后手,对,但是这样的话, 啊,白棋明显有棋吧,拐,嗯,你粘我跳,对,看起来不像没棋的样子,嗯,对,你挡的话,我就点一个已经快棋了,对,如果说走这个的话,就, 微爬,这,嗯,虽然说黑棋也活,黑棋活,但白的也能活嘛,嗯,这有点,但是如果他没粘,可能就是觉得是后手,哦,对,我觉得是,哦,他觉得是后手, 嗯,所以他觉得这样走人上,其实白棋,白棋没有我们好应,嗯,是不是这个意思, 但其实活还是很轻松嘛,比如说我就怕一个,就是你要,你要卖掉上面这一下, 但是,但是我上面可以挖着走,哦, 我这下不能打吗,你打我尝,这样你打我反打,哦, 哦,你还只能打这个,嗯,那我前面也不能走这个,因为这你一打,哦,对, 我打这个,哦,这样我有点难受,嗯,这样我再补这边, 七星很有问题,这边然后我再作火,作火完之后这个题也先说, 这个打也先说嘛,嗯,就这边如果有一个字的话,这边又搬死了,嗯,或者跳死都一样, 所以这个题, 那个还是要跟着硬,嗯,那个还是要跟着硬, 那这个,明显应该是沾, 哎,我,我记得, 鲤鱼琴好像就是布局, 是不是他的一个小小的弱势, 哦,对,就可能他有想法, 我好像有,有听,听说, 啊,对,嗯,就他是,反正靠后半盘发力, 对,但是也不至于说前半盘可以很多, 是吧,前半盘, 我就是经常,反正我听,我听别人说,就是, 其实对于他来说,胜率还好嘛,就比如说你胜率90了, 嗯,和这些就才刚开始, 哦,对,就是靠后半盘的一个选手, 哦,是的,但是他前半盘,你想,他如果前半盘稍微的能跟别人, 五五开的话,他后面就会好很多, 对,有点至于死敌而后生的感觉, 呵呵,个性很鲜明, 这个气手,嗯,是的, 就是他的布局,我好像有听说, 就是有的时候常常会吃亏, 嗯,是吧, 对,这个,这个虎, 我感觉确实是吃了点亏啊, 这局部, 被打了一下, 然后, 拆, 一起长, 哦,他还要站, 啊, 长跳出来, 这, 很刚烈啊, 这个气, 直接就站了, 我觉得这个, 能行吗, 一起直接冲过来, 实战就冲过来的, 嗯,冲就跑, 嗯,很直线的一个对杀, 然后,嗯, 喜欢的可能没有办法, 如果这个不敢跳的话, 那这个被长过来之后, 这个大孔也会不了多少, 黑了还可以再往里进, 哎,那你这样看的话, 就理解了他的这部戏, 有点, 有点, 把你先揉车, 对, 就是说你走这个没完, 我跳过来, 你还是不好, 是吧, 哦,对, 哦, 那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, 这个气, 黑旗虽然说, 没有争子啊, 但是可以直接在这里打, 如果白旗长黑旗就在贴, 那沾上就死了, 沾上也死了, 嗯, 怎么走都死了, 对, 就是你必须要提掉这个字, 但是看着也很危险, 那我再打这个, 对, 就是这样, 就是如此, 实战就是如此, 正气, 然后白旗打持, 打这个吗, 白旗只能打持, 要不然, 你走这个被一打已经死了, 对, 就被一提已经一气收死了, 就是我们, 对, 然后只能打这个, 是我们直接骑手不太容易出现的, 被一下子击毙的情况啊, 对, 但看着这个旗, 白旗也不像杀光一样, 对, 因为白旗的旗好紧哦, 嗯, 这边拐一个, 有可能有个截, 对, 有截, 挡住, 然后, 提, 然后提这个, 黑旗就摘上, 整体白旗是三口气不变, 对, 就反正提一下之后, 这边打线手嘛, 都一直借用, 但是底下还是死了, 是的, 底下, 非常简单的满一气嘛, 就比如说你立一下, 搬这个, 我就收气就可以了, 不需要提起, 对, 这样就, 等于, 那你这个地方白旗也收不住黑旗的气啊, 嗯, 无法收入, 对, 只能松一点吧, 只能松一点, 就是不能一口气把你封进去, 那就变成了气子了, 嗯, 对, 这样的话我就跳嘛, 实际上, 他先搬, 哦, 实际上先搬这个, 嗯, 跳, 嗯, 打了两下, 嗯, 然后再贴, 嗯, 黑旗长, 嗯, 但这样的话黑旗, 问题是黑旗有四口气啊, 黑旗先手啊, 嗯, 对, 黑旗获得了个先手把白旗吃掉, 白旗获得了一道后市, 嗯, 不, 看起来白旗好像也还能下, 嗯, 因为这个地方很大, 嗯, 虽然说死了, 但是就没有想象中那么惨, 就是也算是一个气子, 也还是, 能下, 黑旗就吃了, 这黑的这块三十, 其实可能还好, 嗯, 也还好, 这边, 这边, 对, 嗯, 他走了一层皮, 厚皮, 嗯, 黑旗这个时候, 要来清销白旗, 这个时候, 明雨婷应该可以用强了, 靠上去, 这个, 这个旗, 虽然说形式很差一些, 白旗, 但是这个格局对于明雨婷来说, 应该很擅长, 嗯, 然后黑旗, 搬, 白旗, 长, 嗯, 白旗很强硬, 如果你长了它就要断, 嗯, 黑旗尖, 这样就不怕断了, 你断了就从这儿突出去了, 嗯, 然后白旗, 哇塞, 这个旗下的非常的给力, 对, 很凶, 很凶啊, 这个我觉得对手应该没什么好想, 嗯, 这个应该只能, 先给你打成余形再说, 对, 只能先打进来再看, 打完一段, 我总觉得白旗有点过分啊, 看着, 嗯, 这断我打了, 这不是可以, 对, 要打它是要反打的, 哦, 断打这个, 哦, 就是它肯定不会下那种迷远不行的, 因为我不打TJ, 嗯, 这样的话我可以反打, 这个籽子还是没有问题, 是, 就你提一个, 虽然说提了一个, 但是这边被全, 全全围住了, 而且这个提价值不大, 嗯, 如果这个线上跳下去也不知道, 对, 或者黑的粘一下, 然后走这边, 实战是粘的, 黑旗贴, 黑旗贴, 哇, 这个看着就头痛啊, 这个, 嗯, 很乱看着, 但是这个看着, 我觉得白旗好像也很, 也很能占, 嗯, 就我感觉至少走成这样, 我觉得对于直白的米鱼亭来说, 它应该是欢迎的, 它一向就是绞杀的时候, 战斗的时候, 它还是比较给力的, 嗯, 嗯, 对, 这时候它应该是很, 正是它兴奋的时候, 这个双方进行了一个复杂的战斗, 白旗是扒完了虎, 嗯, 然后黑旗接下来下了一步很有意思的旗哦, 黑旗是顶在这里, 哦, 嗯, 顶这个看起来是好, 哦, 就是拿住了你的旗形, 嗯, 如果我拐下去的话, 拐下去的话, 它就扳头, 被扳, 嗯, 这样的话, 白旗如果再扳, 你扳的话, 是不是一口气收死了, 好像是这样, 我先加一个, 嗯, 这样智能力, 嗯, 智能力这般的话, 我这也打死, 嗯, 你这个, 然后我这边再来一个, 这, 你先, 你先压一下我, 对, 就被扎死了是吧, 哦, 那先压一下, 可以先压一下, 嗯, 压一下, 然后再, 再打个体, 这样, 然后白的死掉了, 是吧, 嗯, 即使白旗断到这一下, 应该也, 嗯, 也没有用, 嗯, 断到好像有点用, 打完了贴谁, 哦, 就是说之前断, 但你已经断不到了, 已经断不到了, 但是先断黑旗又有变化, 因为断完黑旗活了, 是的, 嗯, 这个顶, 还是顶到了白旗的形状上了, 是吧, 嗯, 嗯, 好, 那接下来呢, 白旗是打完了长出去, 但是这样子, 我怎么觉得黑旗很舒服啊, 这打到一下, 嗯, 我觉得黑旗就是打到这一下, 就放松了, 这个地方稍微走出点旗, 我觉得都可以接受, 对, 但是其实这种时候, 才是最容易出失误的时候, 因为你感觉自己走什么都行, 但实际上这个旗很乱, 就是你如果说一旦松一步的话, 那这个旗完全不一定, 哦, 没错, 特别是对上像米宜婷这样的, 对, 而且这个旗, 就是, 招法特别多吧, 很迷茫, 就是你很有可能下错, 如果说你的心态在一松懈的话, 其实就, 可能就马上就要被逆转, 哦, 是, 那我多半就是被吃的那个, 但是不知道, 这个现在, 这个, 毕竟米宾对手是王兴浩, 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好看的, 这个旗, 飞起是飞下来了, 要是我嘛, 我觉得我要是在这儿, 能活一块, 我也是满意的了, 嗯, 但我这边走走, 这个还是有些先手的感觉, 对, 就是白起没有办法全提光这种嘛, 可能也就是这种吃, 但黑的还很有很有气, 对, 还有借用, 对, 别人借用很多, 对, 看看这个地方会煞成什么样, 白起搬, 嗯, 黑起尖, 嗯, 我看着架势王兴浩, 还不肯放过白起呢, 哦, 对, 这长, 然后, 像我来虎这个呢, 对呀, 搬一下, 是先手, 这什么呀, 这感觉黑起还不肯放过白起呢, 白起啪, 哦, 那老米这个应该是要全杀你的意思, 啊, 是, 这, 到底是谁不肯放过谁, 不, 看起来这个气, 白起不太像的, 杀过黑起, 我只冲你一下, 都感觉气特别长, 嗯, 就这个地方, 你就不如气嘛, 嗯, 我就收气了, 对, 他就收气, 他, 他, 他现在是长气, 只按一下长气, 可能被冲完之后, 看白起, 哇哦, 挤进去, 嗯, 感觉是不是有个打结, 对, 挤这个的话, 应该是强热打结, 打了话就打了打, 嗯, 黑起点, 黑起是不肯打结吧, 我觉得, 嗯, 实战看起来像是个缓气节哦, 白, 白起缓气节吗, 嗯, 就是, 对, 黑起可以拖线的那种, 他点一下, 其实就是为了牵手便宜吧, 把你气装得更紧一点, 如果这样的话, 再打这个, 你是不是已经是缓气节, 你打, 我就提, 再打, 我就扳这, 啊, 你已经缓气了, 嗯, 就是, 就提, 我就粘了, 嗯, 就对啥, 这样的话, 白起已经缓气节了, 点这个, 点这个, 其实就为了没有变化, 就万一被你做到这个话, 可能你的气很长, 那我就提前点掉, 嗯, 把变化做掉的意思, 白起缓气, 嗯, 就是说靠这个地方的接, 哦, 哦, 不, 毕竟这是一个缓气, 外黑的余地很大, 嗯, 如果说是紧气节的话, 黑起不太行, 但缓气就等于, 外面可以再走一个, 连走三个, 就是, 我可能补接材, 然后你打不过我也有可能, 哦, 黑起点, 白起直接搬, 黑起打吃, 哦, 白起挡, 哦, 不对, 那刚才摆错, 那其实按照这么看的话, 那这个地方, 局部白起应该是个静死, 是吧, 那为什么他实际上搬到座了一个, 很奇怪, 如果不是静死的话, 他不是说搬到座这个, 看着有点奇怪, 哦, 但是也看不出来静死, 没有, 那可能就是打, 没有静死吧, 没有静死, 那应该就是环戏, 但他不肯, 怎么着, 照着都有一个截, 感觉, 哦, 对, 是, 但这个截看着有点奇怪, 感觉上不便宜器, 可以看一下, 就这个, 然后再打这个, 然后错了一个, 打吃, 嗯, 这是个什么截, 就现在一起就应该已经可以拖先了, 如果我拖先的话, 你, 你在收气吗, 嗯, 这样你还是打先, 如果再拖先, 是什么, 再拖先就被你打死了, 是吧, 那我如果断你一下, 嗯, 你吃得掉我, 我打完收这个, 哦, 哦, 不, 比如说现在该摆起, 那你怎么上, 我打这个, 然后再收这个, 哦, 这样连环截, 嗯, 确实, 那就是还是换戏, 嗯, 但是这个换戏没有把黑的圈提光, 嗯, 刚才能全提光, 嗯, 那这个搞不清, 搞不清这个图片在哪个地方, 嗯, 然后我还可以再提借这个, 嗯, 现在该白截找截了, 哦, 看着很乱, 这到底是个什么, 哎呀, 我觉得, 现在我已经看不清了, 但是他们实在的下反, 是让我乱上家乱, 嗯, 现在白截是猴这个, 嗯, 猴这个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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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骑, 怎么感觉这里有点棋呀, 哦, 没没没, 就是我走这里, 你还是没有棋, 我搬呢, 这里面是个缓气节, 不是缓气节, 你走这我可以打, 哦, 我可以, 我可以, 我可以不找, 我可以不做这个, 就没有必要做这个演示, 我还以为说这里面, 啊, 这里面不会白截, 还有个缓气节, 我这里面没有, 但他这下意思应该是为了节财, 就是有节财, 嗯, 但也, 也一样吧, 你本来直接打这边的时候, 好像也一样, 哦, 那这手机是打僵吗, 但是我觉得应该没多秒吧, 我觉得他是打截, 这不是连环截吗, 就是你, 你听我, 我还可以在截这个吗, 这个截很奇怪, 这截白截要打的话, 只能粘这个吗, 粘完然后再打这个, 这样是一个紧急剪, 就是你粘然后我脱纤的话, 是紧急剪吗, 如果不脱纤的话, 还是换紧急剪, 嗯, 这个截, 这个截感觉白截开的, 有点问题, 啊, 对这个, 这个截有点奇特哦, 哦, 所以很奇怪, 有点搞不清楚, 如果我粘上, 那粘上就死了, 嗯, 是, 那可能不要看上面这个截, 只看下面这个, 嗯, 然后下面这个是什么情况, 你打到这儿的话, 就是紧急剪, 你不打就不是, 就反正这个截我提, 你不能反提, 你反提被我粘上, 那就, 拔好几期了, 所以白截先吼, 也不是着急, 其实, 嗯, 不准, 哦, 不知道, 有点凌乱, 嗯, 这样配的就做吧, 简单做一个, 我觉得就可以了, 没有, 黑截, 实际白截更为凌乱, 黑截压这个, 然后白截, 尖过来, 黑截现在提了一下, 白截不肯死地去提回去, 嗯, 黑截, 那这样黑截就补吧, 没有, 也没补, 就是说这盘截现在好像看起来越来越凌乱了, 那这个地方铺这个是打截, 但是白截不好找截, 嗯, 黑截大概是这个意思, 对, 就是因为这边, 而且削不掉, 对, 贴的这边有截, 嗯, 长, 黑截就再贴, 白截成, 黑截这个下法我觉得也挺神奇的, 嗯, 然后再从这儿跳出来, 嗯, 因为普通的关键点员, 其实我觉得黑截这个是不想去打, 打两散, 然后再从这儿出来, 对, 但是他这个意思是在补截彩, 就是补这种这个地方截, 然后补好之后, 其实把你也吓中了, 然后再跳出, 明白了, 其实现在黑截, 余地很大吧, 他这次的四个截也不是一定要跑的, 就他只要确保这块截是死的, 这块截是死的, 白的肯定就输了, 嗯, 然后现在白截这个截没有办法打, 没有截, 那白截现在也不肯死, 对, 这个现在也不能打嘛, 这个是缓截, 嗯, 很怕他们没事, 还是, 如果是进入独秒的话, 他们每个人就可以往这儿去打个僵, 然后再走下一步棋, 白截管这个, 那黑截现在依然可以打一个僵, 然后再走其他, 但是黑截没有, 黑截看来还是有时间的, 黑截是, 对, 我觉得应该没有独秒, 嗯, 这个截还是比这个截有用, 这个截比这个截有用, 因为白截总是从这截来打截的, 就这个截有用, 但是别人提的时候, 你也不能, 你也要提, 对, 然后再搬这个, 搬过来, 这很奇怪, 因为, 这又是造截的意思, 嗯, 就是说可以只有两枚截, 是, 我觉得黑截还是薄, 我觉得反正是, 有打截的截都特别复杂, 因为, 会有很多转换计算判断这方面的问题, 而这盘截大家可以看到, 这儿有一个截, 还不是那种普通的截, 是个缓截, 几手截, 然后这儿还有一个截, 也不是普通的截, 它也是白截扑进来之后, 这里面是有个两三手截, 就扑完截然后还要再提, 对, 嗯, 就很复杂这个截, 对, 就白截现在其实, 要说打赢哪个截, 一定赢也没有, 就是其实你就算把这个截打赢, 你可能也输了, 就是你打这个截的同时, 我把你这个吃掉, 然后这边只要确保是活的, 那白肯定也不行, 所以说白截现在的唯一的机会, 就他这个班其实也在威胁你的死活吧, 就你但这个, 才把你这个截打赢, 但是白截就要手术太多, 没错, 那黑截现在就是把这块截给他做活, 不然这个打赢又被人家当劫财, 又来破人的眼, 他就先把这个眼做出来, 然后黑截粘上, 黑截又提一下, 这个截似乎是总是在黑截的手里, 对, 然后, 诶, 这怎么回事, 然后断补了一个, 哦, 这就走成循环解了, 对不对, 就白截打赢, 黑截粒, 这个局部是循环解吗, 踢踢踢踢, 粘走, 对, 就是你打, 然后我粘, 你踢我就踢, 就是不看这个地方, 这个地方你走我就跟你走, 你打我就跟你走一个, 你说截我就脱签, 这样的话是双火, 你打其实我已经可以脱签了, 就是如果搭这个的话, 嗯, 循环解双火, 对, 因为刚才白截没走, 给白截走一个是缓一截, 那白截没走, 那就是这个地方黑的, 就是讲道理来说是可以补的, 嗯, 哎, 这个其实很简单嘛, 它只是需要给你双火就可以, 双火的话你知道没火, 嗯, 嗯, 那断了粒还是很简密的, 断了粒白的没有办法, 奥尔白截补了一个, 那黑截就获得了个线手, 再把那个一粘干净了, 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局面, 就是感觉松了口气, 这边也结束了, 这边也不存在什么打结了, 这边也补上了, 那我就可以判断形势了, 对, 不然有个打结, 我总觉得心里, 嗯, 没有计算清楚, 就觉得还是很混沌的状态, 不知道这个棋谁好, 黑截还是优势的下法吧, 嗯, 就是简明, 把这个局面简明, 刚才说有很多节, 前两个节都没有, 对, 那黑截这个下法是不是也就是, 其实已经跟这个, 咱们对局者其实已经, 我好像在对话一样, 我这样走我就简明, 我优势了, 对, 我能下, 要不然其实这也是几首节, 这边也是几首节, 这个黑截要想拼, 其实还是可以继续撑出不走, 黑截想撑可以继续撑, 嗯, 黑截其实付出的代价, 就是你这块截本来从一个缓截, 变成一个双火, 嗯, 是, 那黑截这个先把这个走成循环节, 再把那个, 这个截补出, 对, 嗯, 那现在相当于黑截已经是胜利宣言, 可以这么理解, 对, 可以这么理解, 是, 那么白截还得拼, 对, 白的这个必须要吃掉吧, 他先靠这个, 没靠这个, 然后黑截扳的时候, 他再靠这个, 嗯, 但这个地方也注意, 黑截这有, 是有一个先手的, 黑截也就最简单的, 黑截选择最简单的, 哦, 我看到后来的找法还是, 接着走, 接着尝这个, 啊, 然后尝, 这应该没什么气, 嗯, 应该是死了吧, 对, 但是, 但是这边有一些, 有一些借用, 嗯, 白截这样, 嗯, 嗯, 然后白截提, 提了一下, 黑截沾, 白截走跳, 如果这个局部, 该黑截一下是不是, 还是对黑截有利的节呀, 该黑了下白死了, 哦, 是, 就是白截得再下一手里面才是双, 对, 咱再下一手看一下, 有一点, 不对, 也没死, 也没死, 也提不了这一下, 嗯, 我打完粘上, 哦, 对, 哦, 就是你可以跟我下, 对, 又还是还一起结, 哦, 可以等一下, 哦, 对, 你可以直接粘上, 嗯, 那确实, 还是, 还是有结的, 嗯, 所以白截跳的时候, 黑截还是提的, 然后白截倒, 天呐, 我这头又大了, 就提, 嗯, 提, 这下应该看清楚了吧, 嗯, 你提我提, 对, 然后这样的话, 你粘不了了, 对, 然后你整个粘这个, 哦, 那这样就双火, 哦, 实际上粘这个, 哦, 嗯, 双火, 嗯, 嗯, 然后黑截尖, 煎一下, 嗯, 麻你一下, 对, 白截打, 暂时是都蹭住了, 应该是, 黑截肺, 白截刺一个, 嗯, 然后收, 嗯, 黑截冲了, 打掉, 嗯, 这个想让白截收气, 对, 反正这个以后, 黑截总是要收回去的, 要么就这儿收回去, 要么就那儿收回去, 哎, 这个心情很好, 嗯, 对, 黑截压一下先手, 白截退, 嗯, 然后黑截再把这个封住, 嗯, 白截加, 这个地方定情调, 我们就可以让陈森帮我们判断一下形式, 嗯, 然后黑截, 钉, 白截刺, 这个钉一个是, 它要跳着, 看着不像是收官, 啊, 那这个便宜, 嗯, 白截猴, 一起钉, 这, 这个, 看着有点奇怪, 对, 嗯, 不给白截演, 因为本来正常收官, 黑截不是已经赢了, 就是还是, 还是有一点优势, 哦, 我看这样的话, 好像又接近了, 哦, 又接近了一点, 对, 这样的话又变成五五五开了, 不是, 就黑的好一点, 好多多, 我把它点, 就是变细了这个截, 嗯, 点完之后, 把它点了一长, 黑的有点难受, 是不是没有看见这个地方, 被别人收回去, 被搜刮了一下, 对, 这样以后再搬,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看到这个可以点, 所以它加的时候, 刚才黑截是五一个, 五完挡下来是不是就可以, 比这个强, 比这个强很多, 因为, 因为这个地方只剩五末,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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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被搜回去确实是有点难受啊, 白截踢, 黑截踢, 里面现在就是一个, 里面现在白截要想打截的话, 不是可以, 还是可以沾这里打缓截的, 但是自己很重, 对, 就是还可以打一缓截, 如果白截截它特别多的情况下, 可以, 但实际上现在可能是黑截多, 就是这个地方有截嘛, 这个中间, 走一个音乐世界, 是的, 但是, 其实这个中间是什么情况啊, 即使如此的话, 白截也不至于说把这几个截走掉吧, 它是走了, 为什么要先把这个走掉呢, 不是, 就是不太可能沾这个吧, 你沾这个还是太丧了, 我还想拼的是吗, 就是没有必要拼, 对, 这时候可能已经很细了, 嗯, 大吃, 好, 大吃, 收起, 提掉, 白截把这个全走了, 然后收掉, 那这个地方肯定是循环截了, 然后, 白截这个时候选择的跳进去, 他这样只往里进, 我们就是也没办法数空啊, 嗯, 然后, 这个词白截这场本手应该是打这个吧, 就是补一个的话是什么情况, 补一个的话一起就拐住, 哦, 这样可以点一下,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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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白截飞到这个应该有七十, 嗯, 开心呢, 就是这两块都不点, 这两块都先不点, 对, 就是喜欢这, 这两个一模一样, 嗯, 嗯, 我点还是黑截影, 黑的影了一点, 对, 我感觉有, 有差不多盘石了, 嗯, 所以白截这个也没毛病, 白截这个最后做最后一波, 哦, 但是这个中间, 这个能紧住黑截的气吗, 而黑截是不是, 是能收收束一下, 这个是收束的问题吗, 有没有可能这些出气啊, 因为白截这个地方是冲一下, 叫做一二三四五六, 六口气, 白截是六口气, 对, 六口气, 现在是四口气, 嗯, 对, 但沾泥已经紧不住了嘛, 就比如说你松一点, 那我再跳这个呢, 还是能收, 但这边有问题, 就是你不能走这边, 你得先走这边, 你得先打这种吗, 我再打这边, 你不能走这个吗, 那上面, 你现在走什么, 还是得跳, 跳你打这个, 嗯, 哎呦, 我走, 我走, 你走, 我走, 你一二三四五, 再尝一气就行, 嗯, 再尝一气就行, 但黑截对于黑截来说, 黑截是不是也就是, 我要尝五口气, 你得收五个, 我这全收紧了, 是不是也能接受啊, 嗯, 按照你刚才, 对, 但有可能有气, 刚才毕竟白截空里面是, 刚才那个白截空里面补一个, 还得再补两, 你觉得已经出气了, 对, 不是, 我觉得有可能有气, 但是也没看清, 虎这个, 虎就沾上, 不知道, 那我就直接打吧, 其实现在简单点, 打了, 打这个, 我就沾上, 然后我这边都沿起了, 然后你, 这样, 然后你走, OK, 能沿出来一次, 嗯, 看不太近, 嗯, 然后再靠这个, 我肯定是算不清, 感觉, 就往这边堵, 然后我加, 加了这个, 但, 嗯, 怎么办啊, 这样我再点这个, 就我现在还是演戏就行, 我做这个, 我现在顶着, 嗯, 这是说, 这个, 太乱了, 这个, 不是, 但这样的话, 我尝能尝一下, 是不是已经演, 这个很复杂, 但是, 嗯, 然后我尝这个, 好像可以, 你如果虎的话, 我冲一下, 是不是已经演气了, 嗯, 其实我虎一个, 好像你也是没有, 虎那个, 虎是不是直接被哭死了, 铺了打的档, 哦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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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儿, 哦, 对对对对, 不行, 不能, 这样, 走这个, 嗯, 这完全算不清, 这个确实, 看不清, 这样没有演气, 嗯, 那黑的演气, 还是得想点, 这个不太想, 我背这个, 但是实战我也不太明白, 实战就是, 相当于飞旗粘的时候, 其实白旗只能飞这个, 嗯, 或者就是说, 比如说走在这种位置, 对吧, 但是实战呢, 白旗是收了这个, 就是他想先把这个走成循环节吗, 他实现, 嗯, 他想先把这个走成循环节再, 再看, 是不是, 而且这个有可能, 是不是有点关系, 就比如摆了刚才那样的时候, 这个万一有一个, 哦, 跟气有关系, 对, 就是跟这个断节, 嗯, 他走这个, 就是想走循环节, 但是黑系没有理他, 黑系跳一个, 如果白旗这个地方, 想要杀黑旗的话, 就粘进去, 现在是一个, 还是一个, 打节, 但是呢, 就是, 白旗要打输了, 自己也死了, 就很重的一个节, 黑旗有节才来吗, 嗯, 黑的有节, 黑的这边也还是节吧, 你这个全削了, 把你这个断死了, 哦, 那就是说黑旗这边有节, 但是白旗全盘节是没有节的, 那白旗为什么不收, 还是应该收, 对, 收一下, 黑的延不出来的气, 我感觉, 就这个感觉也演不出气, 而且也可能收更紧嘛, 就比如说走这个感觉, 其实黑的含量, 六气有点困难, 主要需要先收六气嘛, 对, 需要先收六气, 然后有点困难, 那可能就简单, 比如说, 搞一种, 走一个无口气, 然后收气算, 嗯, 那对, 那为什么要走这个, 就是不理解, 他想先把这个走成, 但是你不走的话, 对手不可能会粘这个, 缓一气节, 对手粘一个, 对手缓一气, 对, 那其实这首其实跟这个, 就是白旗要打结的话, 差两手嘛, 是, 就是你走完之后, 等于你送了一个, 然后他那个是他送了一个, 差两手, 没错, 所以不明白, 这个时候白旗还是应该收黑旗中间的气, 对不对, 就收一个, 反正黑旗还是死了, 嗯, 但是这样, 刚才也没有摆出来能延气的, 找法应该延不了, 点一个会儿就走, 点这个, 嗯,